上货 天啊 怎么会有人在我家门口钓鱼呢 这些人都不厌食 应该是隔壁村的 他们看到我的视频 知道这里有鱼 就来这里钓鱼了 大家好 我是广西小泳 今天在家门口钓鱼 因为里面有一个大水库 长洪水的时候 好多鱼都跑出来了 我们挖这个蚯蚓来钓鱼 哇 我们就是钓那种大家伙 上货 天啊 哇 哇塞 大家伙 上货 兄弟们 杀了一条大黑鱼 哇塞 你看 差不多两斤 哇塞 哇 这个蚯都快大了 哇 哇 果叶是用那个大蚯蚓 才能钓上大家伙 哇塞 今天晚上就吃这一条了 哎呀太爽了你看 这个黑鱼 哇塞 嘴巴都差点被我拉破 上货 上货了 上货了 你看他们也在钓鱼 他们知道这里面有很多那种大鱼 都是从水库跑出来的 看到我的视频 他们都是隔壁村的 都跑到我们村来钓鱼了 我都不好意思赶他们走 哇塞 上货 兄弟 下鱼 哇 怎么拉上来 看来钓鱼 看到没有 甲鱼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大甲鱼 都是从那个水库跑出来的 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哇塞 看看怎么把它取出来 哎呀 差点咬到我的手啊 哎呀 哦 这是发达了 这个 狗啊 吃的太深了 发不出来 看来要回家 把这工具来才行 完了完了完了 这一次 哦 可以了 你看 哇 差不多两斤 又上了一条 泥丘 泥丘啊 哦 又上货 往上 哇 哇 发了一条黄鳝 哇 这个黄鳝也喜欢吃蚯蚓 看到没有 哇塞 哎呀 差点勾到我的手 它该怎么取 没有拿手套 水坏有点滑 没有拿手套 水坏有点滑 不过没事 哇 水坏有点滑 没有拿手套 水坏有点滑 不过没事 但是碰到鱼拿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一点 扎到手的很痛 因为没有干手套 我们就是用这种蚯蚓 大条的拿钓 钓大鱼 看一下今天钓的鱼货 钓了三个小时 哇塞 可以啊 没想到能把这个甲鱼也钓上来 看一下 是不是 这个甲鱼是弓的 有尾巴的 这个尾巴很长 是不是 这个是黑鱼 还有黄鳝 马上钓了两条 哇 这个甲鱼啊 太羞猛了 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今天晚上就吃这个黑鱼吧 这个甲鱼的话 很多人说要干锅才好吃 我觉得煲汤更好吃 煲汤的话大家都喝点汤 这个黑鱼的话 做那个酸菜鱼就好吃了 好了 现在要去做别的事情了 钓鱼的话 我们是有时间才会去钓鱼 偶尔才会去抓鱼 我们现在要去山里面去干活了